科學記號的表示方法一樣,我們繼續將下列各數用科學記號來表示 第一個是147乘上10的四次方 好,我們這邊的題目因為只是一隻四而已 我們就把它都變成整數或者是小數,然後我們再換成科學記號 OK嗎? 第一個 147乘上10的四次方,那當然就後面多四個零 所以147,1234 所以答案就會變成1.47 對不對?然後小數點從這裡跑到這裡喔 所以123456乘上10的六次方 就這樣子齁,第二題 86.1乘上10的-8次方 好,我們先來跑一次好了 86.1乘上10的-8 所以86.1 那10的-8 -8就是小數點往左移8個位置 12345678 小數點跑到這裡 0.000000861 好,所以它是0.000000861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8.61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8.61 小數點會從這裡 跑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1234567 7個位置 所以乘上10的-7次方 好,老實說這邊齁 我真的覺得比較麻煩 可是如果要讓你比較聽起來不麻煩 又必須要把指數裡的觀念講起來 可是它又放到2-3了齁 所以這邊可能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也會有一點點麻煩齁 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,再來 哇,那這個0.0548乘上10的-7 我們繼續跑,沒關係 0.0548 那這個是-7喔 1234567 好,跑到這裡 所以0.123456 是不是這麼多 好,然後我們就直接寫答案了 好不好 所以變成5.48乘上10的 從這裡要跑到這裡 你看,剛剛是不是跑7次 是不是再多這兩次而已 所以是-9,對不對 1,2,3,4,5,6,7,8,9 所以這是-9次方 好,這個是第三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四題 4的4次方 4,4,16,16乘16是256啦 4的4次方 你乖乖去乘是256 那256當然是2.56 這個比較簡單了 乘上10的幾次方 小數點要從這裡跑到這裡 兩個位置 所以10的2次方 好,最後一個 250分之7 孩子 它是上下可以同乘4倍的東西 所以會叫做1千分之28 所以會叫做0.3個0 所以後面會有三個數字 0,2,8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2.8乘上10的12 是不是1兩次 負2次方 好,所以五題是這樣 然後再說 2,5 0,2 2,3,4,5,5,0 2,2,3,4,5,0